去年12月份我们在朋友圈看到董先生的商务都在发布北京签番的 因为他主动联系我们说这场活动是他们独家招商的 那个合同上是你们你跟北京那家公司双方的合同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合同怎么签的 在哪签的 合同我们是网签的 就是跟北京签番文化传媒公司是网签的 因为这个抖音这个直播这一块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刘老板做香水沐浴露生意 他和北京签番文化签的直播项目合作协议中 规定了直播带货活动的两位主持人 刘老板向对方转账支付31万8 说是空位费 协议没有约定带货量 刘老板说 他看中的是名人效应 以及那位网络主播的直播间近3000万的粉丝量 播品当天临时凌晨12点半通知我们不播 微信群里通知是董先生的合伙人许总通知的 后来的话就许总他就安排董先生自己在自己的那个直播间去播了一下 但是呢 他自己的直播间收费是没有这么高的 他平常都是收5万块钱这样子的 因为他自己的在线人数当时只有3万 实际上我们的才卖了400多单 才卖了三四万块钱 刘老板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 说对方就是董先生的合伙人许总 对方当时说 他家沐浴录不是另一位主持人的铜矿产品 确认上播请回复 不上播可以退款 刘老板回复说 许总安排好就行 刘老板解释 当时已经备好3万多单货 不播的话损失很大 他想先直播看下效果 没想到最后只有3万多元交易额 我就去找北京千番的去协商 年前去协商他把我微信把群解散 把微信拉黑 把手机也拉黑 然后呢 办公室也没有人 现场 刘老板拨打北京千番负责人的电话 按照刘老板提供的手机号码 记者打过去无人接听 又发送短信 目前没有得到回应 诉求很简单 我就希望董先生去出面 帮我们联系上北京千番公司 让他把这个钱推给我们 因为这个是他们是共同的主办方 董先生集团在杭州中控信息大厦里面 才到门口 一位保安拦住了刘老板 说要先报备安保部领导 他说想要见董先生这边的领导 然后这边领导还没上班 然后我现在让你过来一下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合同 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承诺这些 因为直播的变动很大 那这个合同你们看过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得具体问一下 我们公司这边的商务的负责人 后来记者联系上之前 跟刘老板对接的许总 是许总吗 哪位 我这边这间电视台的记者 要不要把黄金眼的 我不清楚 谢谢了 当天记者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说自己是律师 是北京千番负责人的朋友 此前刘老板提供的合作协议中 约定了两名直播带货主持人 说是最后上播前发生了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便向您多告知 有些它涉及到 它的商业的交易模式 好吧 然后您可以让它去走法律的途径 我们这边有充分的证据来应对 您只看到了这份合同 但是合同之外 还有其他我们商谈 或者说达成一致的一些文件 它并没有向您披露 好吧 这个您这边方便提供吗 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商业方面的 北京千番跟董先生之间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合作模式呢 这个可能此他的过多 就不太方便透露了 好吧 我只是得到授权 就是就这个事情呢 给您一个初步的一个答复 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事情 我没有跟他签过第二份合同 刘老板后来反馈 董先生方面愿意就退款一事 帮忙从中协商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